来到中立巴德交界的内力异心宫 只见在主神土地宫土地伯之前 赫然摆着一尊观音妈祖 他便是信众尊称的桃源宝人寺观音妈 宝人寺主委也介绍了神明的信仰故事 原来在1940年代 地方士生从蒙甲龙三寺迎来了观音佛祖的分灵 但由于未有能力建庙 因此每年由巴德与中立地区六大庄轮值奉寺 并在农历8月15号中秋节 进行绕镜和颅主轮值交接 而这样的信仰传承至今 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是地方一大盛事 观音佛祖直年绕镜 已经传承将近近百年 是由过去先人所传承的一个文化 由六大庄头 就是内力地区前站后站 巴德地区有广心广龙 广德 以及白鹿里 杰东里 永丰里 高明高成 杰明里 一共将近30个里 所共同的一个信仰中心 在每年我们八月初的时候 会到台北龙三寺来做镜像 回轮 另外在八月十五之前 会过境 今年轮值到杰东里 在过去农业社会的时候 家家夫妇都会请客 请朋友 因为过去农业社会 比较少有这种餐会 有这种机会的机会 所以大家都趁这个机会邀请 亲戚朋友一起来 家里享用平安餐 今年宝人寺也将会在9月29号中秋节当天 举办绕镜和晚会 卢主将由堪顶庄交接给杰东庄 宝人寺组也欢迎信众虽然绕镜参拜 并到中立新人公园一起参加晚会 尤其今年的晚会 除了有吃平安餐跟摩采活动之外 更规划了金子闯关活动 还有魔术表演 摩摩唱跳秀 柚子彩绘DIY等精彩表演和体验 希望全家大小都能一起来同乐 并见此任是家乡的信仰习俗 感受观音妈的庇佑 当天我们不只有绕镜活动 还有晚会的活动 重点是希望我们地区能够一起来参与 尤其今年的晚会活动 着重在亲子教育 对于年轻小朋友 希望能够向下榨根 让老一辈的人能够带个小朋友 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8月15号晚上中秋节 我们在新人公园游几伴 奔打就是平安餐 以及儿童喘光游戏 气球 还有很多小朋友玩的 有抽奖活动 还有摩摩 一个小朋友最喜欢的一个活动 闯关啊 还有很多游戏区 希望各位能够一起来参与 宝人寺观音妈信仰范围 海干中立区 内立庄 墾顶庄 与巴德区 茄东庄 白鹿庄 广兴庄 高城庄 等六大庄头 即便没有建庙 也靠着轮值 让观音妈的香火与故事 延续至今 十分不容易 也显得传承习俗的重要 因此桃园宝人寺 欢迎在地民众全家大小 一起在中秋节当天 前来绕镜和晚会 度过不同的中秋节 记得留言提到 留言报道